小甜甜家暴风波,仅于越炒越烈 即昨天小甜甜,抛出五千字文控诉 因被家暴坚持报警,而被逐出教会的经过 金凌晨,小甜甜老公宋先生反击 指称是被小甜甜挑衅,才做出暴力举动 更晒出七分钟的道歉片 先是向教会被波及致歉 其次,才向小甜甜和社会大众致歉 宋先生从头到尾,不断低头看稿 和宋一鸣先前开记者会的方式一样 宋一鸣先前带妻子出面开记者会 回应外界一律,但不开放提问 小甜甜老公宋先生凌晨公开数段夫妻争执影片 强调夫妻俩已经在本月三日谈了离婚协议 教会的朋友一直努力希望两人和好 如今却仍受到影响,他感到抱歉 这是我们夫妻自己私底下的生活 却让你们承受这样子不时的抨击 除了PO出一则声明影片 还有数则夫妻间争执影片 从影片中可见夫妻俩在床前开始起争执 小甜甜不停质问老公 而宋先生则是满脸不耐烦地转过身 不想多谈 我老婆所说的都不是真相 她PO出的保护令不是完整调查结果 强调身为男人就算是太太 挑衅汉一直不停地踹我 我也都不应该还手 很抱歉对不起 并称对方先用力踹长达5到10分钟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带孩子很久 很累想趁孩子睡觉时休息一下 并不是像老婆说的在打电动 当时是他要求我立刻做家事 你那时候要打我 踹了5分钟 我已经叫你不要踹 我是用推的 我说请你起来洗衣服 随便 然后你就站 你就站起来这样子抓换地打我 你就这样打我 你看我的手也被你打 然后我的脚什么也都被你打 随便你要怎么解释 全部被打伤了 我告诉他 我会做 但让我休息一下 但他一直踹我 和挑衅 我开口警告他 不要再踹我 但他仍然继续踹我 最后我实在就忍受不了 才出手回击 小甜甜 则驳斥此番说法 表示宋先生违反保护令 警察已过去处理了散播不实内容 小甜甜 随后在脸书发文 表示看到老公发文内容后 感到相当震惊坦言 我真的已经完全不认识这样的你了 接着提出三点质疑 是谁指使你 出来说这些谎的 是谁帮你写声明稿 让你照着念的 是谁叫索你 偷我的手机 再把我手机影片 存到你的手机的 你知道这方法吗 针对家暴事件 小甜甜曾提及 教会第一时间 送一名的反应 我们是在救你 千万不要报警 传出去演艺生涯 就会毁掉了 后来 我坚持去警局做笔录 吴东彦白加起 先后阻止我去验伤 因为如果没有缴交验伤单 就无法让笔录 跟伤害正式生效 他们一起放诗歌祷告 一直要我学会饶恕 原谅不计较 当晚我说完没事之后 在半夜 仍然偷偷跑去 中校医院验伤 之后宋先生 说到法院寄来的 信 教会里的人 都指责我说谎 陈维林问我一个 令人傻眼问题 你要告诉先生 有问过米苔木吗 纵使他打你 你也应该尊重米苔木才对 如果是三四次 我就不反对你提告 而佳琪也对我说 你就忍下来 当成心里不能说的秘密 不行吗 这些言论也引发网友不满 目前 针对教会的踏发声不断 第二大点 2021太鲁阁事件那天 我们从计划搭火车 改为搭游览车 经过事件现场 我们全员立即一起 迫切祷告 首先 2021年爱在四月天 在花莲 我们一百多人要从四月二号开始 分批抵达花莲 为了让大家在车上 还能够完成一些行政的作业 也避免连续假期交通赌赛 我们一开始就设定搭火车 当天从早上到中午前 火车的班次 不管能订的 不能订的 我们都一一查询 尝试订票 但就是订不到 因此没有办法 将第一天要抵达的人 一起在同一班车送到花莲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一起 这对我们的集合和接送管理 将会是很大的挑战 最后 我们只好在群组 通知大家改搭游览车 没想到太鲁阁火车翻车事件 却在四月二号发生了 当时我立刻要求车上全员为事件和罹难家属祷告 所以绝不可能有谣传我请大家做假见证 才能使我和其他的牧长平起平坐 这些指控完全虚假不实 我真的非常的痛心 这个让全民哀悼的事情 让我们一度决定要停下来原来的活动 但后来牧长共同感动 就以我们在花莲的爱在四月天活动 来为这当中不幸罹难的人哀悼 也为罹难的家属祷告 求神亲自安慰他们极其伤痛的心 用这件事情让人不忍再想起悲伤事件 来作为媒体攻击我们的内容 实在让人太痛心切苦 当活动一结束 我和太太立即赶到花莲殡仪馆 为罹难的家属祷告 至今太鲁阁事件 罹难家属哀痛的样子 扔清楚在我的脑海中 我不希望任何人 拿这件事情来作文章 第三 五年神学院的课程后 我才案例成为牧师 十五年来 一直坚持在兴起一人传福音的意象中 首先 对于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们 我想大概应该很清楚 若不是神的呼召 我根本不会苦苦坚守在这岗位十几年 但也想到也许你们已经离开了 一起包困好多年 所以并不知道这当中的演变 转型 在我经过五年神学院修课毕业 并经由国度的牧长案例我成为牧师之后 全心投入 向更多演艺圈的艺人传福音 新几艺艺人将福音传遍地集 这当中除了是神的带领我领受意象 还有众牧长一起祷告寻求 以至于成为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一起发光 除了每年爱在四月天 甚至于今年高达近白场的步道 在各多媒体及各网路平台 用艺人的影响力传福音 将决志者宋记众教会 也在今年的十一月 承接第一部福音戏剧 我要说的是 我的意象和坚持这十五年来 从来不曾改变 如果是因为过去 我所不知道的时候 因为我的疏忽 让任何人感到受伤 在此我要向你们诚挚的道歉 希望你们能够在爱里包容 原谅我曾经让你们感觉不舒服 也求神继续把当初我们曾经 共同的意象和热情 仍然放在你们的心里 能够在各自的岗位 见证神的荣耀 针对那些我们真的不认识你们 且细查后 你们也不曾来过我们一起发光的人 或者那些我们已经 几十年不曾联络的人 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因为你们未经查证 而颠倒是非的话语 已经助长了这次的风波 对我的名誉和整个家庭 以及一起发光 都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更严重伤害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视家庭 也一直在帮助弟兄姐妹夫妻 关系的和谐 我要说的是 每一个来到一起发光的家人朋友 都是神交托在我们手上的宝贝 因为我们竭尽全力 用爱和真理 也用我们的时间 能力 资源 不停地为每一个生命祷告 努力 爱 来到我们身边的人 当然 不管是我跟维林 或是我们的小组长 我们都不完美 能力也有限 但是我们真的已经尽了我们的权力 家庭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视的 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家庭幸福 不仅我们不认同家暴 也希望所有的夫妻在关系冲突中 都能够给彼此机会 多加沟通 让夫妻关系和谐 彼此都能够回到起初的爱 再次 还是要跟现场所有的媒体 及社会大众致歉 很抱歉 造成这么大社会资源的浪费 也希望所有的事情 可以到此落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